万荣乡公所举办109年公益彩券回馈金 万荣乡首富社区Love林部落的照顾计划 万荣乡重阳节长青楷模表扬及活力健康操的竞赛活动 除了颁奖表扬各称长青楷模 乡公所延续去年再度举办相及活力健康操的竞赛 各占老人长者卯足全力争取最佳荣耀 竞争很激烈 参加活力健康操竞赛的老人长辈 赛手拿着辅助道具 认真卖力的高举双手抬脚前踏 伸展全身 各个活力充满朝气 这是万荣乡活力健康操竞赛的现场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全线活力健康操竞赛取消 令部落长者们有些失望 万荣乡公所为此特别借着109年度 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计划 为老人长辈办理相及的竞赛 只见各站纷纷卯足全力 不论道具服装 舞蹈队形都精心设计 竞争激烈 除此之外 湘公所去年首度办理长青凯模表扬 获得地方各界的好评与回响 今年度再度办理 在活力健康操竞赛当中 诸一位六位长青凯模来进行颁奖表扬 过班的长青凯模上台受奖 各个无比荣耀 我们的家属还有我们的村长 还是谁可以跟我们的村长一起拍照 今天是最主要的是 我们对敬老中学这个伦理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 不可谋灭的 所以我们万荣乡在这里办了重阳节这样的活动 除了我们有歌舞的表演之外 以及活力健康的竞赛之外 还有我们的敬老礼金 万荣乡活力健康操竞赛迈入第四年 除了鼓励长者社会参与活出健康与活力 湘公所也首度组队上台表演与长者们同乐 发扬敬老尊贤的美德 现场气氛 欢乐和谐 记得食欲栏 万荣采访报道